我们今天来到第四市场 准备巡货一个传奇咖啡 叫做冬泉咖啡 还有加入冬泉辣椒酱 为什么我们会突然想要来拍这个呢 因为我们想要蹭热度 没错 好我们出发 GO 我在台中第四市场就职的文创咖啡店 就是我们这次的寻宝之处 赶快来看看冬泉咖啡是怎么制作的吧 今天为了来第四市场 尝试冬泉拿铁做主的准备 白开水 如果有任何的不适 都可以马上冲脱泡改送 是漱口用的而已 没那么夸张好吗 它叫冬泉咖啡 你从它的外观可能没有办法很细致地看出它要什么差异点 然后呢就是它下面这一层 它有三层颜色 咖啡 下面冬泉辣椒 想到冬泉辣椒就会想到台中 一下就交给我先生来尝鲜 请教我沈董事 像以前啊我有做一些什么400次芥末咖啡 然后还有草莓泡面啊 什么 还没有看过人呢 请点这边点连结 还没拍在 还没拍 根本没拍过好不好 草莓泡面 你可以想象吗 是 首先一开始呢 是传统拿铁的味道没错 第二个感觉 咸咸的 朗巴咸咸 然后慢慢的呢 开始会有一种喉咙 和舌根会有灼热感 有一种边喝拿铁边吃炒面的感觉 哈哈哈哈 我觉得会有后劲 就是你会突然在觉得 我的喉咙 只会有一种 就是 辣辣烧烧的感觉 第二种喝法 更好喝一点 因为它的辣度已经稀释在那个打底里面 所以喝起来呢 就会有一点点淡淡的辣 优伤 不是淡淡的优伤 是淡淡的辣 它可以在冬天买 人家是软上新闻 就是软上猴结 再来 一定要尝试的台味 就是它的热鸭吐司 它的热鸭吐司 压得非常扎实 然后料就会吃得起来非常工整 这样 有点像在吃那种化包 你知道吗 它有香橙 香花生粒 冬天市场还有 冬泉辣椒酱 最后看起来就蛮好吃的 哎呦 哎呦 水脚流血 谢谢鬼啊 好辣 突然觉得辣超好吃的 觉得生活无趣吗 欢迎来第四市场 得杯冬泉咖啡重燃热情吧 第四市场面五次 第四市场 第四市场 市场 慢慢当然可以 第四市场 第四市场 然后快一点 第四市场 第四市场 你根本就已经混掉了 他还不如慢一点好不好 对不对